在新北市新店有一家猪脚老字号 这边呢不分四季 天天都是大牌长龙 而老板是一位兄弟党 美味秘诀 他们说呢 其实是猪脚的老卤汁 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而且蕴含着这对兄弟 对这间店付出的全部人情 入口即化 对 然后 不会很肥 对对 那 很爽口 传统 这就是有妈妈口味 这种传统口 不是这样子 古早口味 古早小吃 心引客人温乡而来 还有一个白饭跟猪脚 好 还有卤白菜 一盘卤白菜 简单的平民美食 却牢牢抓住客人的胃 金黄浓稠的卤汁 把猪脚炖得软烂 只要轻轻一剥 骨肉随即分离 之旋和拳头一样大的台湾猪蹄 先用热水浆片去腥 再一个一个手工检查 把没拔干净的毛 再处理一次 兄弟俩还大方公开 美味秘诀 就是猪脚要先排队 才能下锅 牵齿每块猪脚 都必须像这样 在锅里立起来 得花时间 花手工去制作 中间放入大把青葱和蒜头 最后淋上红糖 酱油和米酒 以及一大匙 二十多年的老卤汁 用小火熬上六个小时 一定要把那个猪脚排列整齐 然后它这个卤制的过程里面 它才会 油才会卤出来 可是它的肉不会散开来 这四锅就是我们俗里说的高部A 卤好的猪脚 一样得再用同样的方式 一个一个小心翼翼的 排进这个勾木锅里 在加热的过程里面 你整个 它这个是卤汁 整个把它封住的话 它在这个加热的过程里面 它原味不会流失掉 它冷宫器在 在冷热在对流的时候 它吸进去 它整个都是被原汁包住了 所以说它不会让它的 那个那个味道流失掉 会只是会越乳越香 想最实在话 帮我们赚很多钱 用了二十几年的狗母锅 边缘凝结出厚厚的一层 成年老卤 让猪脚越沉越香 甚至连淋在白饭上的肉燥 也是用这锅卤汁调制而成 吃起来多了一份甘甜滋味 这几年形影不离 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一辈子的兄弟情 全化作口中的猪脚香